結合進來 那這個時候其實批次就不需要防災的問題 基本上他不是用一部報紙輸入 所以也不需要去判斷說 到底有沒有資料 一定會有資料 第二個的話 也不需要去 查他那個資料 三個防災 那就是不太需要去再做這些事情 所以 直接就可以 程式大概相對比較複雜度比較低 然後 那最後的話還有個美瓶單價 就是 是多少 所以就要針對I欄去做 查詢 那不過特別注意會有兩個條件 為什麼 清單裡面當然介於 所以我們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 剛剛是一個X 所以這裡的話會有個Y 那抓的資料當然就是從 反正也是一樣 一個抓這個一個抓這個 X抓這個 Y抓這個 那是一個between 所以呢 這個條件部分的話當然 你會需要兩個 所以 兩個條件的話一定會有個 Quartira 1 Quartira 2 會有兩個 而且是要連擊 那如果那一段程式你不會寫 其實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做一個什麼篩選 不過在做篩選之前 你可以先把它錄製下來 因為 有些不會嘛 不會 Marco E好了 不改名稱 然後你可以什麼 篩選 然後篩選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因為它是數字嘛 它是介於 所以介於的話 比如說介於 500萬 各時 百千萬 10萬 百萬 然後 到那個 而且啊 這個不用改了 這個and 然後這個是 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OK 確定 好 做出來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可以 把 這個錄製的聚集關掉了 因為我們只需要什麼 看一下 其實有些部分你不會沒關係 看一下 它會自動幫你做出這個 quartier 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要的是 quartier 後面的那個 條件怎麼下 大於 500萬 Appleator Appleator指的是你是 交集 and 還是連集 偶爾 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然後 這邊的話有個 quartier 小於 1000萬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啦 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OK 應該反正這個 關鍵就是兩個地方一個多一個歪 一個是這個地方改 其他 照舊 你就可以做出 那個 等於兩個條件的查詢 還有啦如果你還要再做更複雜的查詢 沒關係 你不會下沒關係先錄一下 然後再拿來參考 OK 好 那它會幫我產生一個另外一個模組 因為錄製它自動會先行一個模組 那我們切回來原來這個模組看一下 P次查詢後面加一個美瓶單價 那 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前面把它複製貼貼來改 那 其實改 裡面大概都這個 一定也是 扣P次 刪除 有不要放在 第一個 頂多是說呢 本來 清單裡面 我們是要從清單的 C欄 因為我的清單裡面 有C跟D 清單裡面有C跟D 所以我要追蹤的話 從這邊追蹤 Ctrl向下 追蹤到 OK 那其實C跟D的 Ctrl向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拿C1 C2 來做追蹤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程式就把這邊改成C1向下追蹤 然後呢 從這邊去抓什麼呢 清單裡面抓 X是C Y的話是D 把資料抓過來 然後後面都一樣 C跟D 只是說其實你就多一個Y啦 其實你可以把 X複製改成Y就可以 那底下的話 第一個不一樣 就多一個Y 第二個 第二個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 這個 剛剛有提過的 Field 藍 第9藍 OK 那criteria有 必須要兩個 所以 Criteria1 1裡面的話呢 這個地方 必須要什麼 剛剛是大於 不過你看要不要加個等於啦 其實這邊沒等於沒關係 反正看你去要等於 這個地方X給他 後面的話呢 是小於 Y 那中間 加個O 有沒有 其實程式跟剛剛那個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你這個地方要不要加一個等號 大於等於 或者小於等於 那當然 剛剛錄製的時候有等於的 那你如果 看需不需要 那最後其他 還有就是 名稱的部分 我們是 多少到多少 那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中間加一個 一個minor 一個減的符號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用什麼 用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就是減的符號 加在這個中間的話你可以看到 最後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OK 其他 應該就差不多了 所以 1 然後這個是2 然後 這個後面 3 4 其他都一樣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可以來run一下 基本上 如果run 應該沒問題 就是按一下他 他會一直跑 不過一樣老問題 幾個可能還可以更好 其實程式永遠沒寫完的一天 但你可以想說 老師那 一直閃一直閃 閃閃的 我頭暈腦脹 因為這好像感覺 閃那個 熱光燈管壞掉那個感覺差不多 有沒有 很不舒服 對不對 其實現在我發現那個 因為有藍光 現在他特別要小心 我發現現在很多那個眼部有 那個病變的 所以 盡量不要讓他閃動 不要讓他閃動 當然前面講過 應該還記得吧 其實就加一行程式就好了 在哪邊加呢 其實不知道就頭 你不要加哪裡沒關係 就開頭地方就給他加 那一樣 要把那個 Application 所以Application這個物件 其實太重要了 Application 電 screenupdating 有沒有打一個sc 等於 Force 記得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怎麼樣 這這一行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在最下面記得 把它 也再把它 打開 等於True 不然他就 將來就不給你更新了 就好像奇怪怪怪的 都不閃動了 那來試一下 按一下他 有沒有 全部跑完了 但是他基本上 他沒有任何的閃動 OK 不過有的時候其實如果你不閃動 反而會覺得 到底跑哪裡 你反而又不知道了 因為會閃動感覺好像比較有感覺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在下方吧 這個Status bar 下方這個 有沒有 這個叫狀態列 通常會怎麼樣 在這邊再增加 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跑到第幾筆 那在哪邊跑 基本上你可以 在 他執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邊 再利用那個Application 裡面有個Status bar 這個Application 目前現在蠻重要 Application 比如說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吧 在 在程式的迴旋中間吧 你打一個點什麼呢 點Status 這邊有個St Status bar Status就是狀態嘛 bar的話就是這個列 Status bar 等於什麼呢 你可以 顯示什麼呢 這邊的話顯示 如果你等於I的話 他就會告 在這個地方顯示什麼 顯示那個 他跑的第幾個 不過呢 我們是從2開始 所以你可以 I減掉1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地方 執行他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1234567 不過像這樣的訊息 不太完整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 在串什麼 目前 比如說簡單一下 比如說 目前比數之類的 目前 那它是個字串 所以你可以前後串一下 然後再用and的符號 把它串在中間 那如果你這樣 多一個Status bar 它會出現 這樣子 有沒有 目前比數 7 表示已經跑完了 OK 這樣感覺 會稍微又多一點點訊息提示吧 不過 寫完這個時候同學說 老師使用者誰會看下面 對不對 你 哇 所以 所以這個 所以這樣寫完是有一個 你知道有寫了 不過至少你知道 這邊有Status bar 那但是如果你要更 更好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要一個 就像你手機 或者是程式 它會跑那個什麼 跑一個 一個 一個狀態列 那個一條 有沒有 那個狀態條 那個 你可以 自己做啦 不過那個東西恐怕 你需要用什麼 用表單來做 所以這地方如果說你要用那個 那個狀態條的話 恐怕你要再插入一個 自訂表單 那這個東西 也許我們後面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美瓶單價這部分 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其實這邊的話 很多比較複雜的程式 我是覺得 在VBA裡面 它的優點 就是說 你即便不會寫 你可以用錄字去記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 如果跟其他的那個 其他程式來比的話 像跟目前比較夯的 像 什麼像 Python 或者R 等等的語言 其實它也有類似 我們處理的這個方法 可是問題是 那些語言裡面 我覺得 就沒有像 VBA 可以用錄字聚集 產生程式的 那些全部都沒有 你沒有辦法 我覺得 錄字聚集 你目前看起來好像 大概只有VBA 在Excel裡面 它可以幫你錄出程式 你至少你不會寫的程式 那你還可以用錄的 看一下怎麼寫 但其他的程式語言 好像 目前看起來是幾乎沒有這樣的功能 沒有這樣的功能 OK 試一下 把那個 P字查詢裡面的 每頻單價 單價是一個between 所以會有兩個條件 會有criteria 1 criteria 2 然後 用交集或者連集 的部分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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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